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帖子上说 一个姓廖的青年 1月23号晚上在房子区北海路与翠房街永胜文武学校附近失踪了 希望网友们 维方市民们能够帮着寻找 这寻人启示呢 是这么写的 廖某男23岁 1月23日晚八九点钟 在维方市北海路与翠房街永胜文武学校附近失踪 失踪时 身着身红色羽绒服 因事故失踪并丢失一只鞋子 可能带伤 现距离失联已将近24小时 望有知情者与本人联系电话要多少多少多少啊 这个寻人启示 在微博上 在微信上 在论坛上被大家各种转发 用现在来说流量可大了 浏览转发量你就看那数字吧 一会一会蹭蹭的往上涨 一时间各种评论也都出来了 各种猜想也都出来了 有人就猜 小廖是不是得罪人了 啊 还有人猜 是不是碰上鬼了 你看 封建迷信都出来了 这小廖呢 还不是维方人 他是江西人 事发第二天 小廖的父母也从江西老家赶到了维方 四处寻找儿子的下落 听到这儿 您各位可能有点懵啊 哎 不就寻人吗 不就失踪吗 这寻人启示上说因事故失踪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这事还有人猜想是有鬼神作罪啊 为什么有人猜想是得罪人招灾致祸啊 其实啊 1月23号晚上9点15分的时候 维方市公安局房子分局就接到了有关小廖失踪的报案 报案的呢 是小廖的女朋友 这女孩子就说呀 我男朋友被人绑架了 绑架案非同一般呐 民警呢 立刻展开调查 这女孩子呢 姓郑 小郑说呀 他跟小廖是恋爱关系 事发当天呢 俩人晚上在翠房街散步呢 突然自己失去了知觉 等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在一辆面包车上 小廖在旁边被人控制住了 恍恍惚惚的就听见小廖在央求车上的人放了小郑 后来车上的人呢 就把小郑放到路边带着小廖走了 经过医院检查 小郑的腰部 腿部受伤严重 网友们呢 老百姓们呢 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个情况 才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寻仇 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有鬼神 要不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毫无知觉的醒过来就在车上了呢 其实啊 在23号晚上 在小郑报警之后半个小时 9点52 房子警方又接到了一个报警 在房子区工业路的南头 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起火了 消防人员灭火之后就发现 面包车呀 是烧干净的 就剩那框架子了 车的驾驶座上 有一具已经被烧毁的尸体 地面上呢 还散落着车辆的各种零部件 还有一副烧焦了的车牌子 路边的小树上有被撞击过的痕迹 乍一看 像是这人开车不注意撞到树上 引起车辆自燃 但是再仔细这么一看不对呀 这辆面包车的起火事故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当时房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二中队的中队长五队就说 这不太可能是一起撞击造成的自燃事故 我们在现场发现 仅凭车辆和路边树木的撞击 不可能造成车辆自燃 当时面包车上的手刹是拉上的 驾驶员在发生短时间的撞击的时候 一般没有时间拉上手刹 这很有可能不是第一现场 同时这起事故里面 死者被烧的非常严重 自燃事故之中啊 一般不会烧的那么严重 所以这就是这个车祸 这个焚车案的离奇诡异之处 为了确定死者身份 民警呢提取了车里的生物检材 进行DNA检验 同时根据现场的那个车牌号码 对车主展开调查 知道车牌子号码查车主 分分钟的事吗 这车主啊 姓李 DNA检验是需要时间的 但警方也没闲着 1月24号凌晨2点半 在房子区催房东街上 就在小廖他们失踪的那附近啊 找到了手机背包等物品 还找到了车灯等车辆的遗留物品 房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技术科的民警啊 拿这车灯 拿这些车辆的遗留物 跟起火面包车现场留下的车辆碎片 进行了一个技术比对 最终得出结论 这两个现场的遗留物 很可能是出自同一辆车 天刚一辆 警方立刻找到了 这个品牌面包车的4S店的工作人员 让工作人员再次进行专业比对 最终确认 两个现场的遗留物 就是同一辆车的 所以翠房东街 是面包车出事的第一现场 过了几天 这DNA鉴定得出结果了 不过呀 因为烧灼严重 不能够确定死者是不是小料 还得请上级部门继续鉴定 而此时 警方也在找那车主李某啊 这几天呢 找不着他了 人间蒸发一样 没人能联系得上 现在死者身份难以确定 有嫌疑的车主又找不着了 这案子可该怎么办呢 不过已经是2015年了 警方手里的技术手段 那多的是 既然知道车主 姓李了 知道他的身份信息了 民警立刻对他展开调查 首先呢 对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 进行搜集 查看 民警就发现呢 这李某当时开着车 离开单位 没有往回家的路上走 而是往反方向走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警方一看监控 李某开着车下了班 可没往回家方向走 而是反方向走的 警方啊 找到了李某的单位 李某的同事 提供了一个情况 说李某啊 跟一个女同事 郭某 一直反正就 不清不楚呗 纠缠不清的 曾经这李某和郭某 谈过恋爱 但是因为李某家里边 反对 看不上郭某 俩人没结婚 2013年10月份的时候 李某跟现任妻子结婚了 第二年呢 就有了孩子 说起李某这感情情况来啊 还真是挺复杂 你看跟郭某谈恋爱 又跟现任妻子结的婚 那您可能就会以为 是不是先认识的郭某 再认识的现任妻子呢 还真不是 他跟郭某谈恋爱的时候啊 已然跟后来结婚的这妻子 就谈着恋爱呢 都谈了三年了 这不叫婚内出轨吧 但用现在话来说 这也算是劈了大腿了呀 因为喜欢郭某 后来看自己这媳妇越来越不顺眼 感情就一直不怎么样 跟郭某那边呢 一直还是旧情未断 无话不谈 所以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民警呢 就又找到了郭某 面对民警询问 郭某倒是很淡定啊 你们找他呀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那难道李某 出事那天 下了班不是去找郭某了 警方呢 又查阅了李某和郭某所在工厂的监控录像 这一看 嘿 果不其然 案发当天晚上 李某下班 确实就跟郭某在一起呢 案发之后 还一直跟郭某保持联系呢 在通信部门 查阅相关信息 都能把这电话信息给调出来呀 那这郭某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民警随后将郭某控制住了 郭某一开始 嘴是真硬啊 我不知道他去哪 不要问我 我跟他没有关系 经过连续不断的侦查 郭某这才吐露了李某的行踪 民警最终在1月30号 将李某抓获归案 那么 这小廖的失踪 跟李某有没有关联 面包车上那死者 是不是小廖 李某到案之后呢 如实供述了他的罪行 他说呀 2013年 他跟郭某在工厂认识之后 对郭某产生好感 展开追求 但刚咱说了 那时候他已经跟现在妻子 谈恋爱三年了 双方家长都挺满意 结婚的日子都定了 后来李某这一结婚呢 这郭某也想跟他断了联系 咱俩就别这么不清不楚的了 这叫怎么回事啊 但李某呢 难舍难分 在工作中啊 生活中啊 对这郭某百般的呵护 也把这郭某感动了 再加上本来就有感情 互相有好感 俩人这关系 反而越走越近 谁也离不开谁了 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郭某就觉得 咱俩的关系 毕竟长久不了 你结了婚了 我也得结婚呢 所以14年年底提出分手 想找人结婚 李某不同意 不同意 你想跟郭某结婚 那你跟你媳妇离去 又不敢跟妻子提离婚 李某说了 我爱人说过 他的生活里只有丧老 没有离婚 为了孩子 他也不会离婚的 那既然离不了婚 我就想着 那让他丧偶吧 于是李某 想了这么一歪招 伪造一个车祸现场 找一个人当自己替身 放进车里点火烧车 李某说呀 我就想这么做 一方面 可以让我爱人跟家人 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就能跟小郭远走高飞 另一方面呢 这车不买保险了吗 那赔偿款可以留给我妻子和孩子 做补偿 李某感觉自己这个计谋太高了 古有卧龙凤厨 我比卧龙凤厨都厨啊 把这想法呢 跟郭某一说 郭某一听很反对 不行 不能这么干 那郭某是比李某聪明 意识到 这事儿不可能掩人耳目 一定会被发掘 也不是 郭某是单纯的认为 这样的手法太残忍了 李某就说还没关系 找个流浪汉 他们过得也不容易 死了 也不会有人细茶的 不行不行不行 咱俩还是分手吧 你要不跟我好 我也不跟我老婆好了 那我不活了 哎呀 这小郭又舍不得李某 他不活了 怎么办 也太残忍了 这么着 也就没有坚持反对 1月23号晚上6点多 李某跟小郭说 我今天就要行动 小郭担心李某 你想找替死鬼 别让那替死鬼 把你给弄死吧 郭某呢 就坐上了李某那面包车 跟着他一起 在房子老区 转俩多钟头 也没找着流浪汉呢 李某啊 一边找着 一边作牙花子呀 哎呀 哎呀 咱们平时用不上他们的时候 总能见着 今天用上他们了 一个见不着呢 这时候李某 又想一主意 哎干脆 咱们呢 找一个骑电动车的 单身的男的下手 郭某又反对 不行不行不行 这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但李某呢 一再坚持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活了 这这这这 你你你看着办吧 啊 终于走着走着 路边看见一个 骑电动车的单身男子 那路边骑电动车的一个单个的男子太多了 你像我 天天来回来去 去录节目 那我就骑个小单车啊 也是我自己啊 李某正准备撞这个人的时候 对面 过来一辆车 这李某下不了手了 人那车比咱这面包车好 这撞一下 嘿不用找替死鬼了 咱俩是真死了 死命鸳鸯啊 于是开着车就走了 开车呢 到了翠房东街 就见着俩人 不是别人 正是小廖跟小郑 小两口 情侣俩恩恩爱爱拉着手散步呢 撞他们嘛 郭某又反对 不行不行不行 太残忍了 人家也是俩人在一起呢 咱们也是 你把人家给分开了 那男的死了 你让女的怎么活呀 听郭某这么一说 李某呢当时就也没下手 不是没下手吗 那最后 怎么小廖又成了替死鬼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李某想找流浪汉没找着 想找骑电瓶车的 单个儿的男子 没找着合适的 就看见小廖小郑了 那撞他们吧 小郭拦着 不能撞 人家也是俩人 你把男的弄死了 女的怎么活怎么办 跟咱俩这不一样吗 听小郭这么一劝呢 这李某呢 也就没动手 郭某啊 又劝李某 哎 这是老天爷不让咱们在一块啊 算了吧 你别干这事了吧 眼瞅着 这郭某就要跟自己分手 李某就急了 不行 我必须找提思规 我要跟你远走高飞 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事给办咯 俩人开着车在路上绕了好久 油箱里的油都快烧完了 还没找着合适人呢 晚上九点多 又回到了翠房东街 哎呀 这小廖跟小郑啊 俩人不愧是热恋中的情侣是真腻乎啊 还在这散步呢 从西往东 在路南散步呢 李某一看没别人了 就他吧 下定决心 一踩油门 把这车 开到了四十脉 把这小廖和小张 砰就撞倒了 撞完之后 俩人都晕了 把车停在俩人前面 把两个人的抬上车 掉头沿着翠房东街往西走 走了五六百米 李某听见车后边有动静 就停下来了 原来啊 小廖醒过来了 就求李某 把我女朋友放了吧 李某呢 一看 不行 你这么清醒着 我也没捆你 啊 一会儿我还不一定打得过你 那你跑了怎么办 我怎么跟我的小郭 恩恩爱爱远走高飞 再者说了 如果一会儿你把我给弄了 我怎么办 是吧 我小郭怎么办 下了车 钻到车后边 双手掐住小廖的脖子 把小廖又给掐晕了 这时候郭某呢 也劝李某 你找一个就得了 这女孩是无辜的放了他吧 要是没有郭某在旁边 李某肯定是不放的 但郭某都说了 咱不得在女朋友那留个好印象啊 又开车走了二百来米 停下车来 把小郑放了 李某啊 就接着开 走到翠房街的时候 又听见车后边有响了 把车呢 开到路边 你说你怎么醒这么快呢 来吧 接着掐吧 又掐住小廖的脖子 拿矿泉水 一个手拿水 一个手 把小廖的这嘴 就给捏开了 嘟嘟嘟就灌 发现小廖还动呢 又把车里的抹布 扑到小廖的脸上 往抹布上浇水 各位 这不得呛死啊 还真是 小廖 就这么的被呛晕了 也不动摊了 这李某呢 下了面包车 一看 保险杠 大灯 刚才撞他俩 撞的都撞坏了 掰下来 放进车里 开着车 一直 来到了工业路南头 故意的 撞向了路东边的一棵 不大的 法同树 随后呢 把保险杠 大灯 放面包车前边 把小廖 抱下了车 放到驾驶室里 伪造成交通事故的现场 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拿出来 交在驾驶室 结果呀 因为这小李他也不是熟手 之前也没干过一活 点火的时候呢 左手沾上汽油了 不光车着了 他手也着了 哎呦 他疼啊 这李某呢 赶紧用身上的羽绒服 把这火就扑灭了 随手把羽绒服 就扔进了车里 这李某呢 也是细多 你知道吗 这时候他又想 哎 这要按照电影电视剧的研法 我得跟我父母 跟我妻子告别呀 哎 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亲爱的 我出事了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以后你就忘了我吧 你要好好生活 不演这戏 说实话还真点啊 一演这戏 那他太假了 做案之后 郭某回厂里边继续上班 李某没法去了 因为李某现在 应该是个死人了呀 四处躲 四处藏 现在被警察抓着了 知道后悔了 李某啊 跟审讯民警说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死者的父母 我呀 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 撞人的时候 我可紧张了 所以第一回没下手 但是为了爱情 我义无反顾 为了我跟小郭能在一起 我还是硬着头皮 开车撞了过去 你们知道吗 事发之后 我几乎没睡觉啊 我心里煎熬啊 我天天提心吊胆啊 我从来没想过 会被你们抓住 我更不敢想啊 我不知道被你们抓住之后 会怎么样啊 我现在后悔 我想跟死者说一声对不起 我想跟死者家属 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现在后悔 还有什么用啊 再来说这郭某吧 这小郭岁数也不大 案发的时候二十多岁 尽管出主意的不是他 具体实施的也不是他 但他毕竟参与了 面对警方啊 他也说后悔 后悔自己 参与这次杀人案件 小郭说 面包车起火的时候 我在旁边特别害怕 我不想害人 但我很无奈 这郭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我阻止不了他 他跟我好了之后 说要离婚 后来又说离不了 我就说我不想等了 我不小了 该嫁人了 但他非跟我在一起 半个多月之前 他说他想着办法了 做个假车祸 我不同意 我说做假车祸 怎么能知道死的是你呢 他说用火烧 我不止一次的劝过他 但我阻止不了他 撞了人了 我又劝他 把那俩人都放了吧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 他不听我的 他跟我说 既然已经这样了 不做不行 出事以后 我也想过自首 但我又不敢 我也是为了爱情 我为了我心中的爱情 我陪着他 做了傻事 警察听到这儿啊 扑磁一声冷笑啊 为了爱情 你付出这种代价 你觉得值吗 这时候郭某低着头 摇了摇头 不值 你不值 你现在知道不值了 你早点干什么去了呀 最终啊 李某和郭某 都要为自己的罪行 付出代价 如果有听友 还想了解 更详细的情况 您各位 现在去围方论坛啊 去这个微博上啊 您去找找 还能看到不少 当时发的那些帖子 行了 这个案子 咱们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 大案届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 山东林仪 高速女尸案 03年 11月20号 上午8点 山东烟台 宁海镇 有这么一个 个体女司机 叫王小文 这王师傅呢 开着出租车 在路上 找客人呢 到了东关小学 附近的时候 有一个男青年 向他招手 大高个 王师傅啊 把这车就停下来了 这大高个呢 坐到了副驾上 就说 上王家瑶 离王家瑶 也没多远 很快 就到了王家瑶 那男的说 下去找人去 你啊 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不一会儿 还真回来了 上车就跟 王小文说 人没找着 你再送我回烟台吧 随后 又赶回了烟台 到了烟台 来到一个 理发店前边 这大高个呢 就在这理发店那 下了车了 还是说去找人 我一会儿啊 再回来 你呢 再等我一会儿 过了不大一会儿 又回来了 还是没找着 让王小文 再送他去皇屋 王小文 当时这心里边 就犯嘀咕 怎么回事啊 打着车来回溜弯 说找人 不大一会儿 哪个人也没找着 这不是漫无目的吗 眼神 怎么也贼兮兮的呀 就感觉这人不地道 就留了一个心眼儿 车到了黄武 这男的又说 到福山 到了福山 还是那一套 找人没找着 又要去七霞 这时候 王小文 已经确定 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就跟他说了 我不去七霞 你结账下车吧 这大高个一听就急了 到七霞 我才给你钱呢 王小文 干出租车师傅的 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 一看就知道 这遇上无赖了 根本就没钱 掉过车头 就往回开 这男的 立刻恶狠狠地说 你可想好了 我可是杀人犯 王小文一听 这心都快到嗓子眼儿这儿了 哎呀 这怎么办呢 我要是不拉他 他真是杀人犯 万一发生冲突 我肯定不是他对手啊 再说了杀人犯 穷凶极恶呀 啊 毫无人性啊 我不按他的要求去做 那现在就得把我杀了呀 但我要是按他的要求去做 最后估计还是得把我杀了呀 王师傅啊 集中生智 在心里边就不停的啊 跟自己默念 我要冷静 我要先稳住他 于是立刻装作特别胆小怕事的模样 啊 行行行行 你说怎样就怎样 你说去哪咱就去哪 过了一会儿 又找了一个借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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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我能给我对象打个电话吗 给对象就打了一个电话 约定好在一个地方等他 之后呢 若无其事地接着开车 跟对象见了面之后 对象在这儿了 可就不怕了呀 立刻让车上这大高个 付钱下车 这大高个一看 好啊 我上了当了呀 这一下双拳男敌四手了 这男的就说呀 哎呀 我没钱 你把我送到我姑姑家要钱去 这王小文 还有王小文的对象 都上了车了 拉着这男的 又到了他姑姑家 姑姑呢 也不给钱 这男的又说 那我回家取钱去 这男的这好几回 这明显是想脱身呢 这到底是干嘛呀 王小文就断定 很可能是刚干了坏事 不行 得把他送到公安局去 于是一边假吗假事 若无其事地开着车 一边呢 就往这派出所方向走 当车经过谋平北大街派出所的时候 毫不犹豫 一踩油门 一打方向盘 就开进派出所了 这一下 这王小文 可立了大功了 为什么呀 车上这个人 这大高个是烟台和林仪两地警方 正在抓捕的通缉犯 这个人呢 那是恶贯满盈 别看岁数不大 坏事可没少干 这人叫张成业 他呢 出生在烟台谋平区 杨马岛镇 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 从小呢 喜欢看武侠片 武打电影啊 武打电视剧啊 都喜欢 小学毕业之后 家大人一看 哎呦 他喜欢这武术 送他练武去吧 就上了宁海武校 在武校学了三年 那是学了一身武艺 还在一次比赛之中啊 得过烟台式的武术冠军呢 有了武术 你又喜欢看武侠电影 什么叫侠呀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啊 对吧 这是金庸老爷子说的 特别经典的一句话 不过 这张成业可不这么想 别看学了一身武艺 那是侠肝义胆 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不走正道 仗着一身武艺 反而感觉 这是自己 劫财劫色 杀人越货的资本 遇到王小文之前呢 已经有好几名无辜的女性 被他严重伤害了 第一个被伤害的女人姓王 这王某是烟台市某厂的女工 03年11月5号晚上 王某跟一个男性工友刘某 一起啊 在杨子荣广场散步 这时候一辆出租车 自拉就停下了 一个大高个从车上下来 指着王某就问 他是不是小姐 刘某赶紧否认呢 哪有这么流氓的呀 哪有一指谁就说 谁是小姐的呀 这不骂人吗 可是这大高个 二话不说 从怀里掏出来一把砍刀 逼着刘某和王某 就跟他上了车了 出租车带着他们几个人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大高个就是张承业 那这张承业 为什么要威逼王某和刘某上车呢 原来这张承业呀 五孝毕业之后 一直在家里边跟他爸爸养扇背 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踏踏实实的人 感觉这么挣钱太辛苦了 十月份的一天 从家里边偷了一千六百块钱现金 还有一张一万块钱的存单 跑到了七霞 认识了某招待所的郭卢工王某 这张承业跟这个王某吃喝玩乐 没几天就把一千六全花光了 那存单呢让他爸爸挂了尸了 取不出钱来 那张承业现在没钱了 这日子怎么过呀 这时候就那个郭卢工王某 给张承业出了主意了 说你啊介绍小姐到招待所 能拿好处费能挣大钱 张承业跟这王某商量好之后 当天晚上俩人乘坐出租车 到了某平跑了好几家洗头房 没发厅也没找着小姐 又来到了杨子荣广场 这时候就看见了穿戴时髦的女工王某 穿的好看长的也好看 就把她当成了小姐 在车上张承业用刀 逼着这王女士啊 说出姓名 说出家庭住址 这王女士胆小啊都照实说了 张承业又警告他们 不许喊叫不许报警 否则报复你家人 这王女士也不敢违抗啊 那这张承业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到了七霞的时候 这刘某就被赶下车了 刘某立刻返回谋平 找到了王女士的亲戚一起报了案 而张承业他们呢 挟持着王女士到七霞的时候 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租了一个房间 只有两张床就住下来了 那锅炉公王某啊 就逼着这王女士脱衣服 这时候其实王女士 如果大声呼救喊救命 周围会有人发现的 但是王女士吓坏了 不敢喊 当天晚上就被这王某和张承业 轮流侵犯了 到了第二天 张承业带着王女士 去了一个浴池洗桑拿的地儿 找到这桑拿房老板 这老板一眼就看出来 这王女士不是小姐啊 这老板接触小姐 不说一千 至少有八百呀 所以坚持不要 无奈之下 张承业又把王女士带到了 那锅炉公王某的宿舍 接下来俩人就为难了 怎么处置他呀 咱养着他养不起呀 咱俩都没饭吃了呀 把王女士在那扣了四天之后 11月8号 张承业带着王女士 回到了杨马岛 又逗留了一天 这才把王女士给放了 王女士掏出魔爪之后 立刻赶回家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再次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那其他被张承业伤害的 还有谁呢 咱们呢 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那么第二个 被张承业伤害的 姓许 这许某呢 也是一个出租车师傅 是一名低脚 还是这一年 11月11号 烟台谋评出租车司机许师傅 在好朋友丁某的陪同之下 开着车 在路上走着呢 走到燕七公路的时候 碰见张承业了 张承业伸手拦车 他说呀 要去大窑村讨债 许师傅呢 就拉着张承业 在大窑镇 杨马岛 转了一大圈 可是 这张承业去哪讨债去 转了一圈 无功而返 中午12点 回到了谋平 丁某下车去吃饭去了 这张承业呢 哎 还是让许师傅 接着拉着他转 许师傅啊 也没多想 反正你让转就转呗 拉哪个客人不是拉呀 我带你多转一会儿 那我还能多赚点钱呢 在路上 张承业碰见一熟人 张承业赶紧让许师傅停车 跟这熟人聊了两句 熟人跟他说 警察可到处找你呢 这时候张承业也有点害怕了 他当然不会跟许师傅说实话 而是让许师傅开车 送他去烟台找人 他呢 想到外地躲起来 这许师傅到现在还没起疑心呢 也没吃饭 大中午的饿着肚子就往烟台开 到烟台之后 张承业假装去找人 下车转了一圈 回来告诉许师傅没找着 再让许师傅开去七下 你看这跟之前咱们说的 他骗那个低价是一样的 许师傅呢 就又照着他的话去做了 天黑的时候 就来到了那锅炉公王某的宿舍 看见屋里没开灯 这张承业就想 王某是不是让警察抓了呀 他又立刻让许师傅 调转车头往回开 可哪知道开着开着 过去那车质量也不好 在一条土路上抛锚了 走不动了 到这时候 许师傅开始有点害怕了 深惊半夜了呀 这又在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抛了锚了 到底这个大小伙子 是好人是坏人呢 许师傅正想着呢 张承业可就掏出来了一把刀子 我犯了案子了 刑警队正抓我呢 你把我送走 我就放你回去 过去的出租车师傅啊 对于车上的一些简单故障啊 都会自己修理 三下五出二把车修好了呢 接着走吧 许师傅这个弱女子 面对手持尖刀的张承业 早下的没主意了呀 按照张承业的命令 顺着小路一路往西开 到了晚上九点 来到了昭远 许师傅这辆车呀 也是租的出租车公司的 怕这公司见许倩晚上也不回去还车 见不着车再报了警不就麻烦了吗 张承业呢 就逼着许师傅打电话 许师傅啊 就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肚子疼 得在七侠住一晚上 老板就同意了 放下电话 这张承业 让许师傅把车夹满油 接着往西逃 这一路上俩人啊 轮流开车 谁困了还眯一会儿 就这样的情况之下 许师傅都没敢跑 这一路上啊 张承业问许师傅什么 许师傅就如实回答什么 张承业还跟许师傅讲了 之前被那个王女士告发的事情 还咬牙切齿的说了 我回去我就杀她全家 许师傅一听 哎呦 这不是杀鸡警猴吗 这不是在点我呢吗 更不敢反抗了 许师傅单纯的想 如果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我也能保住我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也能保住这辆车 11月13号凌晨零点左右 他们呢来到了来武 许师傅就求张承业 我把手机和钱都给你 你放我回去吧 张承业哪搭理他呀 接着开 许师傅啊 万般无奈之下 甚至想自杀 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 这张承业拔下车钥匙去买烟去了 许师傅呢 把自己眼镜打碎了 还打算用镜片割腕自杀 我自杀总比他杀我强啊 刚搁了两下 张承业又回来了 把这许师傅手里边的碎眼镜片打掉了 随后呢 一路接着开 最后啊 来到了青州 快进城区的时候 因为路况不好 又赶上是张承业开车 一下子翻在沟里了 许师傅一看 哎呀 我租的人的车呀 老板的车呀 摔成这样了 我还怎么活呀 这一顿哭啊 张承业才不管不顾呢 拉上许师傅就走 搭了一辆三轮车 进了青州城区 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 为了防止许师傅逃跑 张承业还逼迫许师傅跟他同睡一张床 随后侵犯了许师傅 可怜的许师傅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挺可悲 也挺可恨的 大气都不敢出啊 第二天一早 张承业带着许师傅坐公共汽车 又到了仪水县 在一家旅馆待了四天 这四天的时间里 许师傅身上值钱的东西 手机啊 驾照啊 首饰啊 都被张承业要么变卖 要么抵押了 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张承业一次又一次的侵犯许师傅 在这期间 许师傅有一次又一次逃走的机会 比如 让许师傅去买饭 你可以跑啊 哎 买完了又回去了 白天你可以跟旅社的服务员求救吧 没有 他就是怕张承业 报复他的家人 许师傅选择了一人再人 现在许师傅身上值钱的物件也没了 张承业呢 打算去林仪抢一辆车 再开回烟台卖掉 11月19号下午 带着许师傅来到了林仪市 他们是打车去的 一到林仪司机就看出来他们没钱了 这师傅就说呀 行了 不要你们车费了 张承业也很坦诚啊 是吧 你看 本来打算接你这车的 见你人不错 放你一马吧 在林仪又遇上了一个低脚 开着一辆奥拓出租车 张承业呢 一招手就拦下来了 这个师傅啊 姓张 这张师傅呢 这天生意也不好 见张承业出五十块钱要去汤头 还是一男一女 也没往坏处想 开车直奔汤头 十几公里很快就到了 到那之后 这张师傅让张承业付车费 张承业呢 让张师傅接着往前开 可是开哪去 也说不清楚 张师傅这警惕心可就上来了 说什么也不往前开了 张承业呢 这时候胸向毕露 说回来张承业 还真有点黑色幽默电影里边 那种笨贼似的啊 恶狠狠的说 你接着往前开 你往前开 我就不抢你的车了 张师傅啊 比之前那许师傅聪明 知道在往前开 凶多吉少 为了保住车 趁张承业说话的功夫 车要是一拔 把点火开关那线一拉 推开车门就下了车了 而张承业呢 坐在副驾上 一把就揪住了张师傅的头发 张师傅因为刚推开车门 这脚刚下去 一被拽头发又拽回来了 这时候呢 有一辆警车从远处过来了 这张师傅就打算呼救 张承业玩命的掐住 这张师傅的脖子 这张师傅就活活 被张承业给掐死了 随后 拿着车钥匙 把车点着了 开车回烟台 张师傅的尸体呢 就被扔在了高速公路的路边 可是他们抛尸也不讲究 过了一个来钟头 张师傅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临仪市公安局 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赶到现场 成立了1119专案组 展开侦查 咱们再说这张承业吧 带着许师傅开着车往回走 这车呀 半路上又坏了 张承业呢 就又雇了一辆货车 把张师傅这辆小奥托 拖到了阳马岛的一个汽车修理厂 可是 拖车费挺贵的呀 他掏不出来拖车费呀 他又让这货车司机 拉着他去借钱去 这时候许师傅不知道 怎么一下子聪明了 他就跟张承业说 你别回去借了 让师傅先送你 再送我 我回家付车费 这张承业呢 脑子也少根筋 也没多想 竟然同意了 接着 这货车司机 把张承业送到了宁海武校 又把许师傅送到了家 许师傅前前后后 已经被挟持八天了 回去之后 立刻到公安机关报案 张承业呀 在宁海武校 也没及时把车卖出去 就住在了学校里边 晚上 接到许师傅报警的烟台市警方 赶到午校捉拿他 这张承业别看脑子不灵光 体力是真好 苍冷咔嚓 就让他跑了 第二天 这不就租了 咱们一开头说的 那位王小文师傅的车吗 可这回碰上一聪明低脚 栽在了王小文的手里 最终啊 张承业和那锅炉工王某 被依法逮捕 被逮捕的第二天 就被依送到了林仪 2004年4月10号 林仪市检察机关 以强奸罪抢劫罪 分别对张承业和王某提起公诉 2004年1月10号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 张承业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 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恕罪并罚决定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而那锅炉工王某 一审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7月24号 张承业被依法执行死刑 吕鹏大案即时 中外最暗时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